大家好歡迎收看 奇谷章 我是黃培索 大盤今天跌了134點 台積電停了 他是一件好事情 絕對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台積電一直漲一漲 指數一直漲的話 其實很失爭 那现在台键停了 那停了指数你看 它跌了一百多年下来 可是呢 其他个股就开始在涨了 有没有 我说你不用担心 我说那个台键呢 那个当然是这个趋势 可是它总是还是会停 那其他个股呢 还是会表现 还是会表现 还是会回归正常 那这个从12480上来 11月2号上来 我说它是一个大的组生段 那当然是针对前面 前面从去年3月19号上来 它是一个出生段完了之后 其沃的部分 其沃是8268上来 这是去年3月19号上来这12998 这是一个出生段 很大的出生段 那一个横台 它也没有任志行 一个横台完又推出去 推出去呢 我说这是就是已经 之前就有验证过 不管它的一个波幅 它相对的一个比例来看 它就是一个主生段 相针对这一段 8268上来 1298是一个第一 然后这个三 那现在都在这个大主生段里面 这个已经先把它确认 整个大长线的部分 那这个主生段里面 当然也会细分 细分一些波动 12402上来是主生段 这是12月2号 12月2号 11月2号 11月2号 11月2号这个地方 12402上来 12402上来 主生段的话 它有目前 它从这最后一段 从1403一推上来 那它从12402上来 可能是12 然后3-1 3-2 3-3 要不3-3就是什么 就12402上来 这是一个12 然后是3 这两个结构 我说要不在大主生段里面的第三段 或是说在大主生段里面 第三段里面的3-3 都一样 它都是有一个3 其实你看 那个大的3也是一个3 然后这个3也是一个3 或是说这个3也是有一个3 那3里面有一个3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 速度比较快的一个波段 它的特性 那确实也这样子走 有没有 也这样走 那现在重点是 这一段到底走完了没有 这个一走完 当然也会进入一个整理 其实我一直强调说 它其实整理以后会比较好做 但有没有机会 总统才会创高 总统才会创高 可是总统才会创高 我跟你谈到说 你其实还要注意到 它是不是一个 就是它只是一个 因为它目前 它是三段式的昨天 它三段式的往上是过高 过高以后呢 其实我们判断 它应该属于是一个VPOR的假突破 可能性会最高 为什么 你要看 好 那现在重点就是从14031上来 14031上来这一段 这一段一个推式 这推得很快 14031上来 对对对对 推到那一天知道16002 那我们有抓住这一段 我说它一个麦洞没有问题 这个麦洞往肯定要拉回 这个一拉回700点 结果一拉到700点就到这边 我说它大中小 拉回到这里又往上过高 这个地方15327 马上15327 左右又来到16183 那当然这个一过高 你就要注意说那它这个地方从15327 是不是另外一组推动出去了嘛 对不对 当然目前来判断研制过早 可是你可以抓一些那个讯息 一些那个它的一个轨迹啊 然后来去做判别 你看喔 这个结构它现在如果推动的话 推动的话你肯定在那边推了一段 然后现在目前三段嘛 那你这个三段 12345就往上推了 那你看人家今天 今天它就黏住没有过去了 当然这个没有过去的话 还有机会 可是这一段就比较长了 那你说再过去一点 那可能就大中小 可是我判断它如果说 下礼拜一没有过了 直接再整理的话 我们大概应该就可以很确定 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就应该有点 就我们会倾向这样规划 就是它应该是一个 这个16183 它不是另外一组推动出去 而是呢 针对这个16002 它这一组推完 那一个A下来 然后一个B三段 然后可能有一个小细坡下来 然后会进入一个什么 进入一个整理的形态 可能性极高 可能性极高 当然我们也会 倾向这样来规划 会下礼拜开始 会倾向这样来操作 好 那除非说礼拜一 就能够马上过高波 这个的话 我看这时间坡这样 因为这细缘坡在整理 这个拉开来可能性很低 很低的话 就大概就是一个三段式的B坡 那你这三段式的B坡 好 如果成立以后 你就要去注意到 它现在 现在在做一个A 然后B 然后再一个C 下来 这个整理的幅度的结构 不是只有针对这一段整理 我看是针对这一整段 从14031上来到16002 可能整个结束 结束很简单 就是一个12345 这最后一段是一个大中小 很简单的12345的结构 好 那这一组结束 一个A 然后一个B穿头 然后C下来 这样的结构 这个一个整理的 你自己想到 如果它是一个整理的结构 就不只针对这一段的 它这个整理的幅度 时间波 一定是针对这一整段 那这样得到一个什么结论 这样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 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是这个点位是相对大盘的 期货的14031 就这一段 这一段 那上来以后呢 前几天来到一个高点 16041 对不对 它一打下来700多点 就上去1622 238 这个16238 这个16238 应该是一个V波假突破 那可能再进入一个整理的结构 那就先针对这一段做整理 那是一个好事情 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这个整理完 其实它整个多头循环结束了没有 依然没有结束 因为我刚刚跟你讲到 我说它现在目前的结构 就是有两个架构嘛 你现在是三支三或是三而已 都在大祖生团里面 这个大祖生团我就不再赘述了 大祖生团里面的第三波而已 或是说三支三而已 所以它往后都还有好几段的多头 要往上推 所以这个机会要把握 就是四个字 宋灵 一定要用心把握 用心把握 那整理的过程 台积电可能大家就进入休息 那其他股票就会表现 那个股表现差异很大了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个股的部分 其实就会更好做 我说整理它是好事情 绝对绝对是好事情 今天就可以来验证 今天大盘跌134点 那你看我们选出来这些个股 每一档都上涨了 对不对 反而昨天大盘涨那么多了 我们选了个股 有些都还停住没有动 大概也有涨停 昨天也有涨停 可是说就其他个股 就没有什么表现 今天大盘停住了 跌134点 我跟你说那些个股 它一样你要给那些 它还是会上来 果然你看 它今天还是都大涨 4%多5%多的 3%多的 全部全部 对不对 那好 那你这个地方整理都没有问题 你不管这个是3 或3是3 你这个整个大的组成段 都还在运行当中 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行情 其实这个行情 在很久以前就跟你说过 我说那个结构一出去的话 它会长到你以前从未有过的 那个那种经验 那个是你要有全新的思维 来判断这个盘式结构 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从来没有看过的局面 那确实应该投资朋友会有感受到 我之前讲的那些话 你看尤其是这一段 就应该有感受到 那个整个节奏 什么那整个掌声的那个脉动 那个结构 那每天的政府 应该是出乎你们的意料之外 对不对 那这都道道显示 在之前我们在跟你谈的 那是一个 就是它整个那种多的情况 那一出去的话 那个是完全全新的一个局面 要去适应它 也要把握 机会难得 机会难得 好 这个结构 其实大概应该这种架构 大概就整个结构就清晰了 清晰了 有兴趣认同理念的 他不然你还你跟上脚步来 跟上 我说这个地方 如果你结构不把它厘清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操作 我们讲坦白话 并不是那么好操作 那不是那么好操作 你硬要做的话 你反而有时候怎么样 多看少做也无所谓 可是它结构一清晰就要积极做 就要积极做 好 因为这个行情积极做 其实那个获利会很可观 因为那两三百点 两三百点都很基本的 很基本的 所以你积极做的话 你不要多做一个礼拜就好了 哇 那个获利就相当相当可观了 就相当相当可观了 那个进出点位把它抓好 那下礼拜应该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 有兴趣认同理念的 要赚大钱的 看不懂结构的 跟上脚步来 好 怎么跟上脚步 画面下话两个QR Code 也外面你有手机把它扫描按加入 一个是免费的Lite Act的群组 一个是免费的Telegram的群组 那我每天都会把盘后解析 复图解说 泼在上面 这些都有所本的 这些都有所本的 那这个进化包团帐 这还有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 你欢迎恰恰注意 你把它先拿回家看清楚 你边操作边学习边赚钱 然后边学习这些东西 应该对你会有所帮助 对你会有所帮助 好 那选择群的部分 当然这个一定要在整理的末端去操作 这种不要急 我说这个行情 那个选择群的部分 你一年不用做太多次 那一次下来就不得了 只是说要精准掌握 要精准掌握 那这个有一套 这50万以50万为例子的 那个资金控管的计划 这个的话 我有兴趣的 也欢迎你来了解 那像这上个月做的 59到760 这个12.8倍 这都在整理的末端做的 整理的末端 40点做到740 这18.5倍 28点买了到595 这21倍 这很可观 重点是你这个地方 你要买的量要够大 那那个地方你买的量要够大 就是你要有那种 摸断行情那种规划的能耐 那这个要1000多点 我们在这个就在 10月30就这里买了 差不多10月30就这里买了 这一上来 你这个行情 从头吃到尾20几倍 20几倍 所以你有相当的量以后 你这上来赚钱了 对不对 那你才有货可以卖 哇那卖起来很过瘾 差不多那个卖起来很过瘾 很开心 我这边布了一大堆 你有很多的买权的部位 对不对 你一上来的话 慢慢卖 哇那卖一笔下来 那个钱很多 钱很多 差不多这21倍 21倍概念 21倍的概念是 如果你买了100万的部位 你慢慢卖出来 是可以卖到多少 2100万 不是那种21万而已 不是哇 股票赚两根涨停21% 或是说 涨了两倍 100万你涨了两倍 涨了两倍赚一倍 也是才200万嘛 对不对 卖也是200万 这不是啊 这个是21倍 这个是你买了100万的部位 你上来 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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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來 1月19號買一檔股票 1.2476的巨匠 本來我是蓋起來 那因為昨天又漲停板 昨天的盤漲停板的話 其實沒有幾檔 我如果說它漲停板 你大概打下去 就知道是哪一檔股票 我就趕快把它掀開來了 我說這很標準的一個出生段 然後這應該是 主生段正要啟動 有沒有 是1月19號 所以1月19號去買它 買它多少 買它大概平凡附近 23.3左右 23.3左右 那買完了怎麼樣 這19號 買完就拉到24.9 漲到9%多 漲到9%多以後怎麼樣 昨天又說要漲停25.55 25.55 今天又有在闖 我漲到7%多 來到27.45 兩三天而已 通通你23塊多 買到27.45 其實是賺4塊錢 23塊賺4塊錢 是將近20% 是將近20% 巨響 今天又在創稿 當然這一段上來 我說你看 這是一個主體的態勢 這種我就很喜歡 都把它定位 它就是你看一波db都高 可是都很少 你這一段做當然會昏倒 很辛苦 那你要布局布很久 那不要 這個不要 可是你要知道它是一個出生段 它是一個出生段 完了這個出去的話 它肯定是一個主生段 針對這個脈動 針對這個脈動是一個1 2 然後是一個3 那3裡面 你再看它細分怎麼推 所以那個結構是 它 我說它最長線最長線的部分 是從最底部上來的 是從最底部最底部上來的 那他們後面的營運動能 你自己去把資料找出來看看 沒有問題 股價還他公道 就這麼簡單 他說你股價還他公道 我說我們全股 絕對是有最嚴謹的這個裁面全股 這個我節目中很少講 因為時間 節目時間真的有限 我講技術面 每次股票只會一堆 講到講不完 就時間就到了 那我是照順序講 講到講不完就算了 有沒有 我就想看 如果這只有那麼厚 我都每次都講講講講 講到一半就時間不夠了 所以就沒去扯這個基本面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我都會篩選過 你放心 這個 絕對有市場最嚴謹的這個產業面全股 好 那你要搭配這個技術面操作 要搭配技術面操作 像你這個股票 你這個產業面全股 假如讓你選到了 你這個地方做 有什麼好做 真的不要做 這一段一定要做 他說這一段一定要做了 對不對 好這是2476的巨響 好2476的巨響 今天也是大漲 也是大漲 那大盤跌一百三十幾年 大盤跌一百三十幾年 我說我說 所以你看我說 台積線停下來 絕對是好事情 絕對是好事情 那事實上 你看我說這個 就漲上來了 有沒有 當然這個是左翼就漲了 左翼漲停下來 我們都在公高了 好這是2476的巨響 好 那之前我們一直在操作 這檔股票也一樣 一樣 我說它是 它的那個後面的營運動能 那我認了威 它簡直是一個爆炸式的成長 簡直是一個爆炸式的成長 那當然我們也持續 在操作這檔股票 那這個一個一二三四五 第五段噴出段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今天大盤也是跌下來一百多點 人家也是漲了5% 對不對 人家也是漲了5%多 有沒有 也是大漲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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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選股後面那個營運動能 其實你每檔都可以把它很仔細 很仔細 你把它挑骨頭有沒有關係 把它慢慢的挑 挑看看我講的有沒有亂七八糟 亂講一通 很多老師亂講一通 然後為了自己包裝股票 然後其實它真的沒什麼東西 然後你把它講得這樣 太誇大了 這樣其實不好 那當然有些個股它真的是 純粹只有題材的 漲翻天的那個當然是有比較 有其他的色彩在裡面 那個不在畫像 譬如真正的營運動能的 這些篩選的部分呢 同學這些東西啊 這些東西我們絕對有最嚴謹的這個部分 絕對有最嚴謹的這個裁面群 這個不誇張 那你說那一種比較活潑的那種個股 如果說我們會去操作那種個股 我都還會鳴講 鳴講說 純粹就有技術面操作 純粹就有技術面操作 那你就搭順風車而已 就搭順風車啊 有時候形勢比人搶 那種股票是漲很快 我們也會做那種股票 也會做那種股票 對不對 可是這些東西我會鳴講 也不會說那個就是 反正就是題材面的東西嘛 我不會跟他誇大說 後面的運動有多好多好 以後會怎麼樣怎樣 沒有那回事情 沒有那回事情 那種東西以後到最後 真正實際的數字出來都是怎麼樣 都會讓人家失望 那可是事實上會漲喔 會不會漲 會漲 那你就搭順風車 那搭順風車就搭順風車 不用包裝的那麼好聽啊 你了解嗎 搭順風車叫搭順風車 他就會漲著漲著就賺錢就好了 那你他後面那個整個 接下來未來的一個展望啊 不要把他講的那麼好聽 那個都是空的 我們講坦白的那都空的 也沒有那麼好 可是他會漲會漲 你就搭順風車 就這麼簡單 你去評估一個產業的前景 那不要亂誇大其詞 不要誇大啦 那有時候誇大就漲開而已 自己找漏氣了 好 那這檔股票 確實他的後面營運動能 你可以持續看 那確實沒有問題 好 那8016的細創 我說實際上 這邊12上來一個123嘛對不對 這一段3我們有做 3有做 從12上來12 這個3做完要做5 現在做5 現在正在做5 正在做5的話 今天又 今天也漲 今天大盤跌100多 人家這漲到178 收到最高喔 漲到3.79 8016細創 今天幾乎 最高178.5 今天收盤最高178 這應該很樂觀 下禮拜應該很 很有機會就直接出去了 很有機會就直接出去了嘛 對不對 很明顯的判斷了嘛 你看喔 我說這邊12 我說這個12 這個3我們有做對不對 3上來然後整理完 再做一個5嘛 做一個5 那這很明顯的 我說這是送分題啊 12345 五裡面 這段一點點直到178.5 我認為是 可能性很低很低 那可能這就是5之1 推度118 178.5 拉回來5之2 那現在上去就是 什麼5之3 下禮拜 下禮拜應該就是 很漂亮的一個結構了 8016細創 我們跟你談的都是談未來 不是來講說 我之前跟你講過什麼股票 然後怎麼怎樣 現在怎麼樣 那以後呢 以後才是重點 那我跟你談的是 這個結構下禮拜應該就 很樂觀了吧 對不對 這個結構你自己看嘛 1234這個5 大概就整個就推出 今天還收到最高點 今天還漲了3.79% 收到最高178 178 這是8016細創 下禮拜就應該很值得期待了嘛 對不對 就應該很值得期待了嘛 這是8016細創 好 好 248一龍店 我說是第五大波 再往上推都沒有問題 今天也是大漲到176 4.45% 也漲了4.45% 後面你看 今天大盤跌100多點 我跟你講都是我們現在正在操作的個股 每漲都 我說漲個45% 34%很正常 有沒有 確實啊 7%多的 6%多的 5%多的 4%多的 幾乎啊 258一龍店今天呢 176 他當然是還沒過高 他最高這一波來了179 可是這個結構179 那一天 殺下來可能很多人說啊完蛋了 這個結構都還沒走完 頭部那個結構都還沒走完 你看他周線就知道 頭部你看他周線就知道 這是2458的一龍店 今天也表現不錯嘛 我說台積電停了是好事情啊 我說台積電停了是好事情 絕對是好事情 對不對 每一檔都上來了 頭部每一檔都上來了 至於六八的立跡 10月15號 我說這224這邊上來 應該有個第五大段 好那第五大段 開始往上走對不對 從224這邊走到這一段 這一段 那 再拉回來 當然當下我們認為說 他可能大概停了 對不對 可能大概停了嘛 那因為他這邊有個五小段嘛 那停了以後 他又推出去拉回來 張正之臉還有機會假徒步 拉又出去那你就要確認 他還要走五之三 第五波不是這樣這一段而已 第五波 五之一五之二 五之三 沿著軌道往上 有沒有 那時候買他426 426 這是第二次買的 426 今天拿639 這個地方第五波上來 從224上來 這前面有123 那不管 我說第五波這邊嘛 那五之一在這裡 因為他這邊有五小段 結果他整理很久 又出去又出去 這個大概就五之一五之二 那現在都在走五之三 這個結構都要走五之三 都在走五之三 架構你要清晰喔 49680 如果那個結構你把它釐清 同樣的結構你把它釐清 今天又來了639 又再創新高 又再創新高 又再創新高漲6%多 好 那昨天跟你談了這個 627的同心電 我說這種你要趁他拉回來 昨天是不是殺下來 你趁他拉回來 應該是要佔買房 要佔買房 因為他這個一個跳上去 這應該是一二 然後大概是三 這個三就不可能 大概三是正在往上推嘛 所以就一拉回來 你要佔買房 要佔買房有沒有 那一拉回來 你今天也是漲了4% 來231.5嘛 有沒有 台積電一停 大盤跌了一百多點 我們每一檔個股都上漲 每一檔個股都上漲 不誇張 不誇張 對不對 627的同心電 我今天漲了4% 有沒有 我漲了4%好 但是利敦 這個應該一個五 沒有問題往上走 但是一二三四五 這個結構很清晰 就這個脈動 這個結構還算清晰 還算清晰 有沒有 他今天也是漲了3%多 34.9 6175的利敦 6175的利敦 好 那這個羚羊這個長線的部分 這是周線 同時那個羚羊 當然這個結構 我們純粹就技術面操作 我講清楚 純粹就技術面操作 這一個粗層段 然後這個粗層段裡面 當然是周線 這應該結構都還沒走完 那你都要趁拉回 其實要佈局多單 要佈局多單 好 那你強化這個也是一個 12345 這個也是結構很清晰 那這個旗紅 也是之前往上 我說兩個有一樣 V波反彈或是D5波 那結構都一樣 差不多的結構都一樣 來 我說我們有市場最嚴謹的 這個產業面選股 讓人家搭配技術面操作 這樣雙管旗下 效果會更棒 你認同裡面的 歡迎跟上腳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投顾 后康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车怎么开的 提升的证论哦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导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震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拨 跨 移 等 就对啦 欢迎到节目现场 头部 我说这个 大祖宗的架构呢 务必要把握 那短信的部分这个地方呢 先入一个整理很棒 那更棒 你认同你跟上脚步来 要用心把握 要用心把握 进化波乱战法呢 这个搭配有六片的教学DVD 这有兴趣的 也欢迎您来电咨询 那我说我们有最严谨的 这个产业面选谷 那一家搭配最专业的 一个技术面操作 你双管齐下 效果会更棒 你认同体验的 欢迎您跟上我们脚步 祝大家周末愉快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普世的起跑点 军车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 破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 有钱人不作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行工具 运达主顾 0227810909 27810909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 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